上一把我们确实是栽了个大跟头 只因这一关卡槽的僵尸全是小鬼僵尸的血量 真的很脆 所以我吸取了上次的教训 尽量结伴而行 避免单独行动 拿下这关的同时 干掉所有的植物 所以五路咱们两个小鬼直接上 五路的目的主要是吃掉这个磁力孤 那咱们接着打二路 二路啊 不行有黄油 咱们就放三个小鬼是吧 你看就算出了真哥 咱们两个小鬼也能及时秒掉 这就是结伴而行 那出了个高坚果的话就不行了 偷也不行啊 因为下面有保护伞 那没事咱们先打三路 还有四路直接撑杆过去 单独行动 这没办法撑杆太贵了 变出了个沙雕菇 但是毁灭菇 没事咱们再补一个撑杆 顺便还能跳大老花 这个沙雕菇被咱们刚才那个撑杆 啃了养口 啊 这也行 哎呦 三路浪费了好多阳光出了吧 别慌 咱们放两个小鬼 先从三路吃过去 然后再把这个高坚果给偷了 能用小偷的话 尽量就不要用撑杆 是吧 虽然它那样价格一样 但是小偷有概率出小手僵尸 然后一路有个雷 先放小鬼踩掉 说实话 说实话我还真不想着急打一路 因为一路啊 因为二路有大蒜 所以呢咱们一路小鬼过去吃不爽啊 如果咱们先把二路大蒜给干掉的话 一路待会放两个小鬼 运气好的话可以直接打通关 小鬼呢主要是吃掉大蒜前面的障碍物啊 为咱们撑杆 创造机会 为什么这里不用小偷呢 因为后面有大老花 待会咱们可以放小偷偷一下 活着的橙杆呢 还可以去采一下 啊 后面的水草是吧 所以呢 这些用橙杆还是比较划算的 好 那现在大蒜没了兄弟们 咱们一路得冲了 碰到了高坚果 那就没完吧 然后咱们二路先别慌 先把高坚果偷了 万一是小丑是吧 把三路花坯给炸了呢 把二路花坯给炸了呢 没炸的话 咱们再补小鬼 小鬼把花坯给吃了的话 后面再补一个撑杆 二路好像没必要用小偷 是吧 因为后面有水草 咱们得用僵尸去填 那刚好这三个僵尸呢 就可以去填水草 好了 那这样一来 一路非常安全 咱们直接放两个小鬼 哎呦 又遇到樱桃了 樱桃炸掉之后 还留下了一个土豆雷 没事 咱们先放一个小鬼 踩雷啊 后面再跟两个小鬼 一定要保证两个小鬼啊 不然像之前出现猫尾草 还有真哥 杨桃 这一类东西 那就麻烦了 好 一路通关之后 咱们先把三路给过了 五路这个荡个帅的话 就直接放小偷给偷 万一来个小丑小偷的话 那就很舒服 可惜不是 但是也没有关系 但是也没有关系 三路应该可以通关了 哎呀 寒冰姑 哦 没事 咱们阳光非常多 再放两个小鬼呗 五路也放两个小鬼兄弟们 不仅三五路 四路我也要放 四路再跟两个小鬼 我就不信你能出鬼灭姑 把我全炸了 是吧 哦 四路出了一个窝瓜 三路出了一个大老花 大老花的话 咱们直接偷呗 撑干也行 但是偷的话 万一是小丑了 啊 寒冰小手上就没啥用 那三路也通关了 我去啊 五路变了个大风车 呃 五路再补两个 然后四路有所大老花的话 直接 偷吧 说的吧 直接偷 别搞那么多 又是 这把正确了吧 啊 没事没事 咱们阳光够多 五路再补两个小鬼吧 然后的话 四路地车王 咱们矿工将尸 该入场了 二路还有一个脑子呀 先把二路给吃了 他不会再出一个海鸣工 把我二路小鬼打死吧 求你 求你打我 没有了是吧 那现在的话 就剩四路了 兄弟们 咱们直接两个小鬼 和矿工行程 前后夹击 非常轻松的 就拿下了这一关 并且清空了 全场植物 好的 我是叔哥 点赞关注一下呗 咱们下期再见哦 咱们下期再见